午餐时间 拿塑胶容器去微波午餐吗 下面再度提醒大家使用的塑胶是不是安全 100度的滚滚热水倒进可爱塑胶卡通碗 还有这个常拿来喝茶的杯子 许多人日常生活中都会做的小动作 但小心可能释放出有毒物质对健康造成危害 随处可见的美奈米器具 英文叫melamine 一旦超过130度就会融出有毒物质三聚氢胺 千万不能拿来微波 另外超商便当常用的PPG比锡材质虽可微波 但只能承受100到140度高温 超过就会释出塑化剂 那它会制造症状的水泡 那会让血压更高 胜功能更差 它对生殖有影响 对骨头有影响 所以它有一连串的影响 专家说只要是塑胶材质 预热到一定温度就会释出有害物质 因而常用的奶瓶不少都是PC材质 耐热度也只有130度 妈妈要是没控制好温度 包包就会有毒物质 喝下肚 专家提醒塑胶容器尽量避免蒸食 装酸性物质 像是果汁和碳酸汽水 如果非得要使用 建议盛装冷食 免得美食夹带毒素一起下肚 记者夏天辰 胡卫婷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